网上绝大多数的装机分享都在教你怎么跑出更高的游戏帧数 或者压榨出更快的视频渲染速度 但有一个群体他们用电脑创造声音的魔法 他们就是音乐制作人 他们对电脑的要求却先有人提及 这一次我接下来一个非常特殊的委托 我的老师杜清老师 一位在电视台和音乐界奋斗了20多年的资深制作人 他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够为他打造能承载他的创作灵魂机器 一台专为音乐混音而生的桌面电脑 所以这台为音乐而生的信扇机 究竟能为老师的创作带来多大的飞跃 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在展示所有的应届选择之前 我们先必须聊聊这一次装机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因为他直接决定了我们的平台选择走向 就是他Apollo Xperia 专业生卡 杜清老师的工作绝对核心 无论是带着Mable Pro移动办公 还是在工作室里作为中枢都极度依赖他 而他的连接方式就是雷电三接口 这也因为在我们所打造的这台新主机 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和他完美握手 实现百分百的稳定 任何一丝一毫的兼容性风险 都是我绝对无法承担的责任 想象一下刚歌手录像那一句完美无瑕的Focus时 生卡突然间中断 那种灾难组已毁灭一次创作 坦白说如果只看纸面多核性能 那AMD的Ryzer 9000系列可能是音乐制作需求的性能天花板 加之现在的AMD主板也都有通过第三方芯片 提供兼容雷电协议的USB4接口 但是在专业领域里 稳定永远排在第一位的 它的重要性是碾压一切 而AMD平台至今都没有原生集成雷电主控 通过USB4获得的兼容 有一定概率会存在趋势不稳 连接中断的减载风险 对于这一类创作需求来说 我是真的冒不起这样的风险 最后经过我和老师的再三商业 我们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 拥有原生雷电接口支持的Intel平台 我知道这时肯定会发烧也会说 没必要那么夸张吧 USB4也还是很稳定的这类想法 但原谅我的固执和责任心 稳定靠谱是我们这次装机的最高信条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AMD它不稳定 而是在雷电协议这一块 原生支持的Intel平台 的确是酒精考验得更稳妥的选择 而且目前Intel面向创车者的版有套装 性价比其实相当的不错 这么一想如此的选择 是不是就清晰了很多呢 好了平台敲定 让我们来看看我为老师准备的神兵利器 首先是CPU既然选择了Intel 心脏就得给足 虽然刺激剑的Ultra 726 5K 性价比更高 但对于生产工具的投资 一步到位永远是最省心的 我选择了顶配的Ultra 928 5K 确保未来几年它能从容应对 任何复杂的编曲和混音工程 主板是来自VCMSI的Pro G890-TWiFi 这是一张看似朴俗 使着扩展性极强的保障主板 得利于G890芯片组 它给了4个独立通道的M.2插槽 让老师可以从容的为系统 因缘库工程文件做分区存储 另外除了显卡以外 还有额外的3条PCIe插槽 为来扩展其他专业卡也毫无压力 后置IO接口上也提供了5G的有线网口 以及最新的WiFi性无线网络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这个原生满选的雷电4接口 这就是我们所有选择的核心 甚至还能够支持DP2.1视频输出 扩展能力拉满 接下来是这台主机的颜值和性能当当之一 VCMSI最新的RTX5080 S-Burn 这张卡的设计非常接近MED的公版 只不过是类似40系的推腕式风道 而不是目前50系公版的穿透式风道 这一点稍微可惜了一些些 另外虽然RTX5080 S-Burn的体积比公版大 但换来的是更豪华的散热规模 最重要的是它在提供强大性能的同时 还非常的安静 这对需要沉浸式创作环境的音乐人来说简直是福音 稍后我们也会进行压力测试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静音之力 坦白说就连我都对这张卡心动了 在专业的回应工程里 馈道和效果器一多内存就是生命线 所以这次我就选择了 金百达黑刃96GB DDR5-6000C28 它采用了海力士N代克力 在48GB单条大容量下 依旧能够做到6000频率C28的优秀时序 纯黑的马甲没有光污染 低调铁专业 有了96GB的高容量内存 老实在也不用担心加载几十个插件和硬汽时 电脑会弹出内存不足的警告了 前面你们看到的那些口播的是 我在9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录好了 而今天是11月20日 你们也知道在今天这个时间点 这个内存价格已经涨到一个 很疯狂的一个状态 那我只能够说 杜青老师真的很幸运能够在8、9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敲定下来并购买了这一套96GB的内存 对于那些有着大容量内存需求的用户来说 除非你能够等到明年 不然的话我是觉得趁早现在就买了 因为应该还是会再涨价了 SSD是老朋友雷克莎 NQ790 2TB PCIe 4.0 联云主控加TLC颗粒 PCIe 4.0的速度 2TB的容量 作为创作者的硬环选择 稳定购用 性价比非常高 散热则是同样来自VCMSI的最新款 MPG Core Liquid P13 360 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可望性极高的2.1吋LCD屏幕 除了常规的自定义个性外内容之外 它也可以作为辅助解释器 用于提供动态系统反馈和更高层次的定制化功能 此外这款P13最大的特点就是极致的简洁 P13线网里的隐藏水泵和屏幕的线也一并收纳进套管 加上独特的JF一线通设计 安装极其方便 装好后几乎看不到杂乱的线材 更重要的是它的噪音控制非常出色 是创作者的理想伴侣 最后电源和机箱选择了可靠的九州风尘 电源是PN850M 850W金牌全模组 支持最新的ATX3.1规范 用料扎实 压文模组线理线也很舒服 关键是十年自保给足了安全感 然后是这个主打高风量的CS560G的机箱 前置三把14厘米大风扇外加后置一把12厘米风扇 散热和镜面平衡得很好 侧面的小树显屏幕也能够实施的监控系统状态 增添了一丝科技感 整体风格低调务实 灯光点缀的恰到好处不会变成一个电视花车 好了介绍完所有的硬件装机过程也同步完成了 现在就来让我们看看这台为音乐而生的新战机最终的模样 说不练讲吧是这台为音乐而生的新战机理论性能到底有多强 我们先来跑几个分给它亮个相 首先在Cinebench R243跑分测试中单核得分为2,283分 多核得分更是达到了40,156分 40,000分以上的多核成绩意味着老是处理这上板铁音轨的复杂工程时 CPU也能够游刃有余 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音乐制作主机需要配那么好的显卡 因为老师偶尔也会有视频剪辑的工作需求 所以显卡性能还是必须在线的 当然3DMark跑分和视频剪辑性能也是无法直接画得到 这里只是展现出这一张RTS 5080 Expert的性能水平 然而理论性能只是开胃菜 真正考验一台工作站的 是长时间高负载下的稳定性、温度和噪音 我们直接进入到最严苛的考骑环节 在iW144当考FU30分钟后 CPU Package平均温度落在80度左右 功耗则是平均237W 接着加入FUMA2一同进行双烤30分钟后 CPU Package温度上升到87度 功耗保持在平均239W 再来看看RTS 5080 Expert 核心温度在平均66.5度 显存温度更是只有68.6度 整卡功耗在355W 此时风扇转速维持在1370RPM 这时候的整机噪音在人位距离只有46分贝左右 说实话这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 但对于耳朵极其挑剔 对声音极度敏感的音乐制作人来说 优秀是还不够的 我们需要的是极致 于是我在MSI Center内进行了风扇曲线调整 我的目标不是追求极致的低温 而是在保证绝对稳定的前提下 去实现极致的静音 因此我把风扇转速的上线锁得更低 同时让整条曲线变得更平滑 避免转速的突然飙升带来听感上的突兀 设置完之后再来跑一次双烤压力设施 在双烤30分钟后 CPU Package平均温度落在了93度 温度还是在安全范围内的 RTS 508L Expert依旧表现稳定 核心温度67.5度 显存温度69.9度 风扇转速也只是稍微提升到了1460RPM 这个结果非常理想 最关键的冷卫噪音成功降到了39分贝附近 这几乎就是一些安静舒坊里的环境底噪 从待机到满载 风扇的起伏变得极其平滑 近乎五感 这才是一台真正让创作者完全沉浸在音乐创作事件里的工作神器 好到这里 所以这台主机就大功告成了 其实我原本非常希望能将这台主机亲自送到 杜金老师的工作室和他深入聊一聊他这20年来的音乐故事 以及这台新三集能带给他的改变 但非常不巧 老师作为自身的电视台与音乐制作人 行程排程实在太满了 而在拍摄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最终还是没能对上双方的时间 这对我来说也是这次企划最大的一个遗憾 不过这台主机在所有测试拍摄完成后 我也已经安全的交到老师的手上 而他事后给我的反馈是 这台主机的稳定性以及极致的安静程度 完全超出他的预期 他非常的满意 虽然最终没能在镜头前完成交机仪式 但能为我的老师打造这么一台 稳定安静且强大的音乐创作神器对他有所帮助 对我来说这个企划就已经非常圆满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赞 想要看到更多有趣的撞机体验分享 也不妨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